正式開始 那麼首先向大會做以下的報告 第一 我們請局長在業務報告之前 先來介紹所屬的人員業務報告 時間10分鐘 那麼 還有我們的這個議程 我們原則上暫定12點半中場休息 1點半繼續開始議程 那我們現在請教育局局長 來介紹我們所屬人員跟業務報告 主席還有各位議員先進 大家早安 我先介紹一下我們教育局的同仁 首先是我們副局長王坤遠 王副局長 然後我們會計室 我們林湘君林主任 我們科發科林一順林科長 我們學府科 楊明達楊科長 我們社教科林慶黃林科長 我們永續科林古達林科長 我們體育處吳國敏吳處長 我們秘書室林永祥林主任 我們特幼科蔣明娟蔣科長 我們科教館何秋蓮何館長 我們家庭教育中心張彬穎張主任 我們人士是彈光澤 彈主任 以及我們政鋒是陳文中陳主任 我們請局長到報告台那邊 跟所有的議員來做個報告 主席跟各位議員先進 由教育局來報告我們台南市議會第二屆第三次的定期大會 進行這個工作報告的部分 那我們報告資料呢 在各位的桌上 我們分為十大項來跟各位做說明 第一個部分是提升學校教學品質跟建立優質的教育環境 這個部分呢 首先提到的是十二年國教的推行 我們今年在做法上是提前的公布了 106年免試入學超而比序的項目 我們只是進行微調的工作 另外在105學年度的入學的部分 我們在今年的1月15號也公布了各項入學的簡章 另外就是為了要讓我們的家長 學生能夠充分了解十二年國教的各項的入學制度跟超而比序 所以我們今年也辦了超過100場次的這個研習 那第二部分呢 是增進教師專業成長的部分 我們加強了課程領導人才的培訓 包括我們的校長跟我們的行政同仁 另外我們也推動了這個教師專業社群 以及呢 甄選教學優良典範的這個計畫 那另外呢 也進行我們校長的這個教學領導的基優評選 來希望能夠激發我們的校長呢 能夠發揮教學領導這樣的一個功能 另外我們呢 也成立了15個領域跟議題的這個輔導團 來增進我們教師教學的智能 以及配合我們市政府呢 推動第二關語 進行呢 這個全英教學的研習活動 另外在教學卓越的部分呢 我們在104年教學卓越獎裡面呢 由虎三國小跟協進國小富佑呢 榮獲金子獎 那我們總共得到二金四銀二家座的成績 那另外我們在課程研發跟扎根深耕計畫組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鼓勵我們的校內的團隊呢 來這個提出申請 另外呢在建立學校特色跟教學正常化的部分呢 我們推動了空間美學發展學校特色這個部分 那剛剛呢獲得教育部的領選 新泰國小虎三國小以及建工國小呢 得到特優這樣的獎項 那另外呢 為了這個落實教學正常化的這個部分 我們在去年的11、12月呢 也進行了所有的公私立國中的仿式的作業 那在這個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通過了台南市政府指定市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 以及呢台南市學校財團法人 及其他非營利之司法人的這個 辦理的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申請許可辦法 那我們在透過呢這個審議會的審議之後呢 有四所學校是通過了我們這一次的這個申請 包括虎三國小他以生態為主 光復國小呢是以海洋生態跟藝文美學為主 那口碑國小呢是用多元探索的體驗學習 男子國小呢是藝術跟人文的這個部分 那在我們報告第二大項呢是強化國際英語能力 跟推動雲端策略聯盟這個部分 那這邊我簡要跟各位報告就是呢 我們一樣持續的辦理國際英語村 以及行動英語車的這樣的一個這個教學活動 那另外呢我們為了厚職學生的英語能力呢 也辦理各項的競賽活動 那今年呢我們更建立了線上的這個學習系統 那尤其是可以作為自我檢測的這樣的一個學習系統 那此外呢我們為了推動這個全英教學 我們也辦理了跟南台科大跟這個英國文化協會呢 辦理相關的研習活動 那另外呢在深耕雲端數位學習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一樣辦理的這個全國唯一的資訊教育週的活動 那另外我們也跟其他的城市 跟教育部的這個資科斯呢合辦的智慧與電腦對局的國際會議 以及呢這個城市翻轉城市 這樣的一個智慧校園資訊教學的園遊會的活動 那此外我們也結合我們開放政府這樣的一個政策呢 辦理就是跟讓學生來參與開發APP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另外呢我們呢連續四年獲得這個行動學習 全國第一的這個校數 另外我們也結合了產官學來發展行動學習的相關的課程 那而且把行動學習呢融入了我們學校本位課程的這個部分 包括我們虎三國小結合環境教育 得到了這個行政院的生態學校這樣的一個殊榮 我們海東國小呢參與微軟計畫 然後呢也獲得微軟認證成為全台第一所的這個總子教師 第三部分是這個照顧偏鄉弱勢學生 那我想這個資料呢請各位參閱 因為我們的類型非常的多 包括小型及偏遠百人以下學校的午餐補助 包括這個經濟弱勢學生的午餐補助 還有教科書的補助 還有原住民生的補助 那還有清寒學生的這個獎助學金 那在這個多元照顧弱勢家庭的部分呢 我們辦理了這個社區生活營 然後夜光天使點燈專案 跟這個新住民學習中心 以及呢這個教育優先區 那在這次的0206的這個鎮災裡面呢 我們也特別針對我們災區的學生呢 做這個安置點的教學 跟補救教學課後照顧的這個部分 那麼在幼兒教育的補助的部分呢 我們包括2到4歲的幼兒教保券 另外呢公立幼兒園免學費 以及5歲幼兒園免學費 還有呢中低收入戶的這個幼兒補助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鼓勵我們公立幼兒園呢 進行所謂的課後留言 課後照顧的這個部分 那這也得到非常多家長的回想 那另外呢在這個特教生的教育補助這個部分呢 也請各位參閱 這些呢都是法定的一些補助的項目 那另外第四個這個完善幼兒教育的這個部分呢 在教保品質優質化這個部分 我們也鼓勵我們的幼兒園能夠發展特色 然後呢跟我們的這個教保服務呢 做一個這個整合 另外在教保環境的合法化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進行了幼兒園的評鑑 然後也加強了這個輔導訪室的工作 那也進行公安的這個聯合積查 那對於呢私立幼兒園他們要進行收費調整部分呢 我們也會嚴格的來做這個審議的工作 那在教保人員專業化這個部分呢 我們委託的台南大學已經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呢 辦理相關的研習活動 那在教保資源社區化這個部分呢 我們呢也跟這個社區教保資源中心 來規劃辦理相關的活動 讓我們的孩子尤其是親子之間呢 都可以透過我們教保資源中心所辦理的活動呢 來增加親子的這個互動 那在特教的輔導跟師資人力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落實寒暑假特教的這個照顧專班的開設 以及呢做這個ADHD的巡迴輔導 還有落實學前特教巡迴輔導的這個部分 那麼除此之外呢我們也協助來做這個特教教師的 這個教學知能的精進 那在落實特教生的安置的這個部分呢 包括建立2到15歲的這個特教系統 以及呢辦理這個特教生的安置作業 還有呢學前特教的這個篩檢 尤其是在這個疑似發展遲緩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呢也進行這個集中式特教班 特教學校等等的這個安置作業 以及小一到國二的這個學習障礙的鑑定工作 那第五部分呢是適才適性的多人學習 營造呢優質的閱讀環境 那這個部分呢包括我們針對12年國教裡面 學生呢在選田志願這個部分呢 我們進行了學生的適性輔導 那除此之外呢我們希望我們的這個學生呢 可以更了解技職體系的相關的活動 所以我們呢辦理了國三的導師 進行這個老師的體驗 技職的體驗活動 那另外我們在國中端呢 我們也辦理了抽離式的這個記憶課程 以及呢這個記憶教育競賽 那也跟各位預告一下就是呢 我們在5月19到21號呢 我們會在昆山科大體育館 跟他世外場地呢辦理我們這個第二屆的記子博覽會 那這個博覽會裡面呢我們邀請了我們的這個國中生 然後我們高中職的學校大專院校 以及呢我們產業界的這個代表 來做一個整合性的這個體驗 那另外呢在天文跟科學教育的這個部分呢 因為我們有個科教館 所以我們呢積極推動這個天文科普的教育 然後呢也辦理了這個科學展覽的活動 另外呢我們也做這個天文觀測 以及在學校呢落實成官天文的這個生根學習活動 那另外呢我們呢也進行了這個 在這個年度裡面呢我們進行了一個科學教育的整體計劃 包括科學台南裡面呢深化學生的科學素養 以及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那我們也希望呢能夠朝這個精緻創新的這個目標呢來前進 繼續給時間 謝謝 那另外呢在資優教育跟藝術教育的部分 我們也建構了一個藝術教育的這個交流平台 辦理呢特殊學生的這個才藝表演 那另外在資優教育方案裡面呢我們有創造力資優 以及呢我們一般的這個學術資優 那在義財班的部分呢我們也進行了相關的這個課程計劃的審查 希望讓我們的學生呢可以呢做多元的這個學習 那麼在閱讀優質 優質閱讀環境的這個部分呢我們持續推動 校校閱讀盤石這樣的一個計劃 那麼也推動圖書館閱讀教師 這樣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呢承接了2016年 就是兒童文學院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這是兒童文學院的第四屆的活動 那我們昨天呢也在奇美博物館呢進行了 這個小孩告書加年華 整個系列的這個活動達到一個高潮 那我們今年也配合我們這個市民卡的政策 進行所謂的推推書期換旅程 也就是用搭公車的方式做校跟校之間的這個交流活動 那第六部分呢是發展法制品的教育 推動友善校園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落實了這個法制教育的部分呢 有所謂的法律達人 另外呢現在詐騙活動非常多 所以我們進行了反詐騙的這個宣導活動 那在生命教育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辦理生命教育的體驗營 還有生命鬥士的這個典範學習 那也進行校園自我傷害防治的一些演習活動 那另外在品德教育的部分呢 我們在104年呢我們有六所學校獲得了 這個品德教育的特色學校 那這也是我們結合品德教育 去結合這個正向管教 共同來推動的 那另外呢在反暴反毒 反霸凌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持續推動友善校園周的這個活動 而且呢進行的這個 藥物濫用的防治宣導的活動 以及生化子追花的運動 那在這個部分呢我們104年度呢 特有的學校呢包括大橋國中跟家裡國小 那另外呢市長非常重視的就是呢 預防中措跟復學輔導的這個部分 有關於中措復學輔導這部分都是由市長呢 親自來主持 那我們也為了要提升我們老師 就是防範這個學生中措這樣的一個部分呢 我們進行了相關的研習知能 那我們也提供這些學生中介教育的部分 以及呢對於高關懷學生 我們進行跟民間的這個機構呢做合作 希望能夠透過引導他學習動機 激發他學習動機的這個部分呢 來強化他願意到校學習這樣的一個動能 那在落實三級輔導部分呢 我們包括我們進行持續推動的修復式正義的輔導 那我們對於我們專輔人員的知能呢 也進行相關的這個研習訓練 那我們另外呢就是針對12年國教這個部分 有關於老師在視性輔導方面的能力的增加 那因為今年呢有0206地震的關係 所以呢我們也特別針對這些受災的學生呢 進行一對一個案的這個輔導跟評估 那也在班級上呢做這個團體輔導 那另外在性平教育的部分呢 我們呢一樣辦理相關的這個調查專案人員的研習 那也在校園裡面持續推動 尊重多元欣賞差異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那另外呢我們也針對了家庭的這個部分 希望能夠從家庭呢來著手 那第七部分是強化整建校園工程 跟維護校園食品安全的部分 在運河新鑽簽校的部分呢 去年的11月19號呢 金城國中已經完工 那也在去年的12月11號呢正式的簽校 那金城的舊校區的部分呢 我們已經移交給地政局去做後續的這個處理 那在低碳校園永續校園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持續補助學校做這個節能登據的更換 然後另外呢也持續推動低碳校園的這個標章認證 目前呢從102年到104年 總共有145所學校呢通過了這個認證 那另外我們也建構了一個59410的平台 就是學校呢可以互通有無來做這個資源的這個有效利用 那我們也補助學校呢進行校園落葉堆肥的這個設置 以及呢配合我們環境教育、食農教育 進行校園的這個農場的體驗學習 那在危險校舍改建補牆這個部分呢 在補牆工程的這個部分 我們總共核定39校 有51棟校舍呢總共3億多元的經費進行補牆 那在拆除重建的部分呢 已經延續性的工程呢有6校 那麼新增的工程呢也有6校 那也在去年底呢除了白河國小之外呢 其他學校也都完成了這個遭標的工作 那在學校的這個學生的健康衛生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加強了這個防疫的宣導 那尤其是我們今年呢在開學的第一週 就進行了這個腸病毒跟流感還有登革熱的這個宣導活動 就是希望能夠把防疫的觀念呢能夠落實到每一位學生 讓每一位學生呢也可以進到家庭裡面呢 去跟這個家長呢來做這個相關的宣導 那另外我們也做這個學校飲用水的改善 以及呢我們在健康促進這個部分呢融獲了機優的這個縣市 那在加強食品安全的部分呢我們有這個採購呢 檢疫的這個檢測劑來供學校呢來做自我檢測部分 那另外我們也結合農業局跟衛生局呢跟教育部進行學校的這個午餐集合 我們也落實百分百的這個食材登陸 以及呢我們進行呢這個學校以及團散業者的輔導訪式 那我們呢持續的推動在地食材的這個部分 那在104學年度呢學校的午餐採用在地食材的量呢已經超過15% 尤其是在水果的部分呢它的比例更高 那另外在防災的這個部分呢我們也在9月21號 進行這個國家防災日的活動 那另外呢我們也辦理這個學校的行政人員的防災研習 以及呢我們在學校裡面推動呢防災教育 我們希望呢各項的這個災害的防治的工作呢 是可以從每一個學生的身上呢來落實的 那第八部分呢是全民終身學習營造幸福快樂的家庭的這個部分 我們在七所設大裡面呢總共開設了1043門的這個課程 那選課的人數呢也都一直在增加 另外我們每一區都有一個這個樂齡學習中心 以及呢我們也配合教育部的活動 推動全民數位的學習以及數位機會中心的這個開班 那另外我們也加強了這個志願推廣服務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呢在推動健康幸福家庭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持續辦理了家庭教育的活動 包括親殖教育包括展能教育以及婚姻教育倫理教育等等的 那另外呢我們也培訓了一些志工能夠呢強化做個別化的這個親殖教育的部分 那在第九部分呢深化藝術教學辦理本土及海洋教育的部分 在藝文教育的部分呢我們今年不論是在語文競賽音樂競賽 或者是呢在全國的美展我們都獲得了非常好的成績 這個都是有賴於呢我們的老師們呢他們非常積極的來指導 另外呢我們也做傳統藝術扎根的這個活動 補助我們的學校呢進行這個傳統藝術團隊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有些學校呢甚至有被邀請到外縣市或者是國外呢去做表演 在落實本土教育的這個部分呢我們在本土語言的部分 不管是台語 課語或者是原住民語 包括我們的希臘雅語我們呢都持續的開課 而且開課的這個比例跟這個班級數呢也有在上升 那另外就是我們的校長啊主任啊也參與相關的研習跟認證的這個活動 那在這邊也特別報告就是呢我們在原住民族語的認證的通過率呢 我們是86.65%今年也是呢得到全國的這個十一連霸 那也即將呢在這個禮拜六呢我們進行頒獎的活動 那另外呢就是本土語言活動的相關的這個競賽 包括《魔法語花一頁書》小小解說員跟微電影的部分 以及我們進行台語文學創作還有這個南都文賞的這個教案的選拔 那在客家文藝的部分呢我們今年有26校呢來參加 總共呢獲得這個二營二童這樣的一個成績 那我們呢在原住民教育資源中心裡面 我們也辦理了相關的學生體驗原民活動的這個這樣的一個計畫 然後甚至呢也跟外縣市的原民學校呢進行部落呢進行交流 那在海洋教育的部分呢我們重新活化西北地區的這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那我們104年呢也獲得了全國海洋教育成果的這個推廣季教學成果展示 競賽的第一名 那我們現在也持續的在進行呢這個相關海洋教育的這個教材的推廣 那最後一個部分呢就是我們在學校體育專才跟建造國際棒球城市的這一塊 我們持續推動這個增進競技的運動的技能 以及辦理校技的一些競賽活動或者是育樂營的活動 那另外也在十二年國教裡面呢持續的推動體勢能的活動 那也實施了教學的活動 另外在優勢運動項目的這個部分呢我們也持續的在發展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們呢也執行了這個教育扎根的這個工作 那最主要呢除了我們自己補助重點的體育團隊的一些培訓經費之外呢 我們也配合教育部體育署呢進行這個基層選手訓練戰的工作 那另外呢在這個棒球部分呢我們也進行三級棒球的這個培訓的工作 還有呢我們持續鼓勵我們的優秀的選手跟教練 以我們去年頒發全國運動會選手跟教練的獎金呢就高達了3600多萬 那另外呢在提升市民運動風氣打造國際運動程式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去年辦理了這個WBSC世界盃少棒賽 還有呢我們辦理了這個巨人盃的青棒青少棒少棒的比賽 另外我們也執行了體育署的這個打造運動島的活動 那這個打造運動島活動其實就是希望全民大家都一起來運動啊 那另外呢在棒球這個部分呢從今天到28號我們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呢正在做這個新建工程的評選作業 那這由公務局呢來負責協辦 那另外呢我們這個甲組棒球的部分 我們現在呢他們也正在打這個春季賽的部分 另外呢我們在城市棒球以及我們社區棒球部分呢我們也持續的來推動 那另外呢就是也跟各位報告從5月14號開始 那這個賀寶福的棒球賽呢會在我們台南的上化球場跟我們的歸人球場呢來進行 那這也是呢賀寶福的棒球賽的第一次移師呢到台南來辦理 那在整個運動環境的這個改善的部分呢我們也補助了這個公有的運動場館總共有21處來進行這個新建或整建的部分 那另外呢就是在這個永華國民運動中心的這個部分呢因為需要送這個都審 所以呢經過都審之後呢我們會把相關的這個草案呢再做一個整理 那另外各個場館的維護呢我們也在做一個盤點的工作 那另外呢就是我們在學校的運動設施的這個部分 我們在去年的8月到今年的1月呢總共合播將近3000萬的經費 來協助學校呢推動這個運動設施的改善 那非常謝謝各位議員呢對我們教育局各項業務的指導跟支持 那我簡要做以上的報告謝謝 好那我們馬上進行教育業務的一個質詢 那麼主席在這邊簡單先介紹報告一下介紹一下 我們本教育小組的議員是這個優先而且是10分鐘 非該委員會的議員的話是5分鐘 那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我們第一輪我們請陳怡禎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我想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在屏東這個馬家鄉的沙拉灣 發生了那個我們許多年輕朋友去戲水 然後不小心就溺斃了這樣子的意外 那我想造成了幾個家庭的破碎 讓大家其實非常的不捨 我想請問局長這個游泳這個技能重要嗎 跟議員報告 游泳這個部分尤其是自救 這樣的能力真的是非常關鍵的 非常重要 那想請問局長 現在我們的國中小還有在上游泳課嗎 是的 有 持續有在上游泳課 持續有在上游泳課 可是局長今年1月份 有一張公文到了學校之後 那很多學校就把 104年度的第二學期的游泳課都取消了 局長知道嗎 議員講的這個部分應該是就是說 監察院它有對於我們學校 國中小游泳收費的部分 它有要求說應該要由政府來 不應該跟學生收費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也長期跟教育部來要求說 是不是可以補助我們相關的經費 我們市府自己是有編列經費的 部分的補助 對 原來是部分補助 然後部分由家長來支出 所以才開始上游泳課 可是今年1月份之後 現在還有在上游泳課嗎 根據我的了解就是說 有一些學校 因為它的契約是整年度的 所以我們是有同意說 它是可以延續的來 但是有些 它是一個學期一個學期的 那它在第一個學期就停了嘛 目前有些學校其實已經停止這個游泳課了 這個部分我可能再請我們體育處 再做一個全面的調查 因為我們是說我們的補助款一樣會給學校 當然你們的補助款還是會到學校 可是因為沒有辦法再跟 可能有通知各級學校 未來就是不能不應該再跟家長收錢 那我想這個我們也支持啊 其實本來回歸教育的本質 這個學生到學校來學習 那當然盡可能都是由公部門來出這個經費啊 除了他們繳的學費學雜費以外 剩下的應該就是由我們教育部門來支出嘛 我想這個是我們支持的 可是以這個情況之下 然後我是接到了一些家長的陳情啊 他說突然就不能上游泳課了 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只是說 現在就沒辦法上游泳課啊 那一樣都在學校學習 那以前的學生他們可以上游泳課 結果他們現在有些孩子就沒有辦法上游泳課 那對他們來講 他們覺得說游泳這個就很重要啊 那不能上 那對他們來講 他們就覺得啊 這個我可能還要再另外花錢去學習 還是要再去外面 他們也覺得很麻煩 如果在學校就能夠學習 那這樣子他們覺得就很方便也很好 也可以培養孩子這個自救的能力 那局長我們到底要怎麼處理 你說的 我知道現在有的學校已經沒再上了 那您說的是有的是一整年的 所以可能今年還可以上 那未來呢 我跟議員報告 這個就是我們分成兩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們持續的 會跟教育部體育署這邊 跟他們要求說是不是可以編列 足夠的經費來支持 那我們市府呢 也願意再提高我們配合款的這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呢 現在有一些學校的做法 這個也是體育署他們建議的 就是你在正課裡面上游泳課 是不可以收費的 但是如果你是用課後或者是社團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就可以另外 替代方式 對對替代方式 當然 當然這個教育部我想教育部那邊的規定下來 就是希望說不要再另外一個孩子收錢 這個當然是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那當然是課外其他那是一種方式 可是我想怎麼樣有一套統一的做法 因為眼見著現在局長說的說法 如果說沒有辦法跟教育部要到錢 那沒有辦法有足夠的經費 那看來我們明年要再上游泳課也是有困難啊 所以這不是一個具體的做法 我想應該是在我們還沒有跟教育部達成 溝通共識之前 我們不應該這個冒冒然就 就要求學校把這個停掉 那我想對學校來講 他當然要尊重教育局的指示 但是對家長來講 他只是覺得我孩子 或者我就願意付一點錢 或者孩子突然不能上游泳課了 那局長你知道說像其他的縣市 因為不是只有我們嗎 有沒有去了解一下其他縣市的做法 其他縣市原則上也都是按照這樣的一個規範 按照這樣的規範 對因為是教育部轉監察院的文給各縣市 那其實我們在局處所長會已經是三度提過這個案子 希望教育部可以來正視這個問題這樣子 那教育部他也有允諾說他們會再來做整體的評估 那局長我想我這邊我也有參考到 也有聽說啦聽說高雄的做法 但是當然是不是確定這麼做 我想局長這邊可以去了解 我有聽說高雄他們的做法 局長知道嗎 沒有了解 高雄的做法他們把原來分散在各個年級的部分補助 他把它挪成集中一個年級的補助 都補助給四年級的孩子 那一樣讓他們在這個六年級學習的過程當中 都可以學習到游泳 但是也不違反中央的規定 也不增加市府的經費情況之下 他可能把分散的經費集中再補助一個年級 讓他在四年級的時候可能也夠大了 那可以去學習游泳 那可能在五六年級他可能學業比較重 他可以專心學業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變通的方式 在沒有足夠的經費之下 局長我們是不是有可能朝這個方向來進行 好這個我們來演繹 這個也是非常好 就是說至少讓孩子有一點基礎 然後他如果想要再更精進的 好那也許家長就可以 他可以自己再去學習 所以我想我有聽到說高雄有這樣的做法 我覺得這其實還不錯 他把原來分散的經費集中再補助一個年級 那這樣子他就沒有違反 可能沒有違反中央的規定 可是對市府的財政的負擔又沒有那麼重 那當我們期待其實是比較像原來的方式 他孩子都可以上游泳課 但是是也不傾向 如果不能跟家長收錢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有 當然除了中央以外 我們也是多多爭取一點經費 我想在不影響孩子權益的情況之下 我們希望培養他這個游泳的技能 我想這個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他要學習游泳 包括我們自己 我想我本身我以前 我們在談談女中校長 那個局長以前是校長 談女中你沒有游泳是不能畢業的 你在學校一定要學會游泳才可以畢業 那我想這個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游泳就是很重要啊 所以你一定要學會 游的好不好其次 起碼他要不怕水 他知道怎麼去跟水 在水中這樣子簡單簡單的求生 我想這個非常重要 那我想這個部分 也請局長 就我剛才提到的高雄的做法 可以去參考一下 不要說明年度的經費 其實還不知道在哪裡 那如果我們可以先用變通的方式去進行 那未來如果可以從教育部那邊 爭取到更多的經費 那我們再來把它回歸為每個年級 那除此之外其實我們可以先就 原來集中一個年級其實也是一個方式 我想局長這邊可以去討論研究一下 那多久可以給本席一個回憶 現在專業運動教練部分 我們已經在市府內部已經有開過會議 那我們現在也是爭取就是說 這個合格正式的這個運動教練 要再增加 大概會增加15名 在年度還是今年度 我們是很期待說 如果行政作業時間來得及的話 那我們也是用 就是以這個學年度 新的學年度 因為我們專業教練都是在學校 指導我們的學生 那我們現在正在進行這個行政作業的簽合 希望今年可以增加新增 15名的 約聘的還是正式的專業運動教練 我們現在就是正式跟約聘的加起來 我們現在目標是朝80名 對80名這樣的目標來領域 所以我們現在是現況是 因為我們現在是目前正式聘的是 約聘僱加起來 正式跟約聘是64名 希望增加到80 那裡面可能有正式也有約聘的 那我們期待說可以加快作業 我想這個大家也期待很久 可以讓這些有運動專長的人 能夠有一個更穩定的工作 來培植我們更多的選手 那所以今年 這也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今年可以來得及 來做這個公開招募的工作嗎 我們現在正在努力就是說 如果我們簽合通過之後 那我們就會急 最快什麼時候 我們是希望能夠趕在 如果說下學年度可以的話 是下學年度 如果不行的話至少在開學之前 希望可以能夠做這個 完成招聘的這個工作 再給一分鐘 希望在這個最快的期程內 可以完成這個工作 我想這是大家期待很久 是 謝謝局長 好 謝謝 謝謝議員指教 主席在這邊做一個說明 那個 我們今天的這個業務報告 如果就是有要再給麥克風的話 我們就原則上我們只給一次 那一次一分鐘 這樣好不好 好 我們請我們呂維映議員 來發言 好 依依姐 不好意思 好 我想 局長 我想要幫你探討 我們教師員兒的一個問題 我想要跟局長請教 現在國小的這個 國小的部分 師生比大概多少 師生比 一個班大概要配幾個老師 我們現在國小 我們是一個班1.65師 1.65師 那國中咧 國中一班兩師 一班兩師 那你覺得不管是國中還是國小 這種的教師員兒的配置有夠 以我自己在學校服務的經驗 就是說它整個的員兒 也是搭配它授課時數的 這個部分來做一個調整 所以目前來說 以國中每班兩師 那國小1.65師的情況之下 它應該是可以因應的 那只是說呢 因為國小 它後來有那個課稅配套 等等的措施之後 本來包班制變成是 基本授課時數 這樣子的一個部分嘛 所以教育部就有增加了 所謂的2688 或是課稅配套 能夠聘請終點教師 這樣的一個制度 我想在教師課稅之後的一些配套措施裡面 這剛才其實局長你自己說得很含蓄 其實局長你這樣說 就是這個上標示所有的 你剛才所說的1.65師 老實說是不夠的嘛 那我想局長其實 最近教育部應該你很清楚啊 教育部最近有發給我們一個公文嘛 那是就是說 它有精算過一個合理的教師的一個比例 那它不足的部分 它會來配合到高雄補助九成的經費 地方政府負擔一成的經費而已嘛 那我據聞啊 局長 我們台南市是六都裡面唯一 唯一跟教育部說 我們不需要這個經費 這不知道要想要請教 我想要請教局長有什麼 因為這個中央政府要把錢給我們 來補助我們原額不足的這個部分 競然我們可以說我們不需要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他在部這個政策稱作合理原額編制 那我們也有把這個意見呢 就是帶回我們府內呢 跟其他的這個局處呢 也有做過溝通啊 那它這個編制裡面呢 就是說它以班級數的大小 班級數的多寡來決定說 每一個班要配多少的這個教師原額啊 那它是採用編制外的這樣的一個機制 那我們跟其他單位協調之後呢 是說這樣一樣會增加我們市負擔 負擔多少 一成的經費負擔了你多少 一成的經費 易順科長大概 一年增加你負擔一千八百萬 我們必須多自酬一千八百五十九萬 一千八百五十九萬 所以一成是一千八百五十九萬 那一千八百五十九萬乘以九是多少 所以大概是一億多嘛 人家要補助給我們一億多 因為我們不要自酬一千八百五十九萬 所以我們就放棄 我們就放棄了一億四千多萬的經費 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覺得教育部這個政策 我其實自己也在我們局處會議裡面 有跟教育部做過一個溝通 就是說它如果要做這樣的政策 它其實第一個就是從法治面來說 因為現在目前的這個原額編制準則裡面 國小是1.650每班 那其實它這個準則並沒有修 那可是它要提升到1.65以上 那第二個就是說 它如果希望我們各縣市政府配合的話 它應該要前一個年度告訴我們 我們才能夠來編預算 它在這麼急促的情況之下 要各縣市來配合 其實對我們從這個預算編列的角度來看 我們的確也是有困難 可是如果你有可以增加一億四千多萬的預算 我相信你只要提出合理的追加預算 我想本會應該都會通過才對 那你放棄了一億多的預算 結果你寧願去用代課 代課老師 那你台南市政府教育局 你的代課老師的比例也超過了法定的比例 你寧願違法然後又要去放棄預算 那我搞不清楚你的邏輯在哪裡 其實跟議員報告 我們那個所謂的代課 其實那個是終點教師的部分 那在您剛才講說那個 就是我們對於教師的管控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是代理跟代課合併來計算 那我們的確是去年是沒有達到部裡面 百分之八這樣的一個規範 超過嘛對不對 但是我也跟部裡面講過 就是說它前一年度它是可以控管百分之十 那我們也的確達到百分之十 可是它呢百分之十以下 但是它在去年的十二月 它才告訴我們說 一百零四懸念度控管比例要達八 其實一百零四懸念度都已經在進行中 你看你今年咧 你說的是去年它臨時告訴你是八 所以你在賣戶 那今年咧 去年跟你說啊你今年 所以我們一百零五年度 我們努力的目標也是控管要百分之八 那部裡面 有達到嗎 一百零五懸念度 所以我們現在在努力中 努力中現在都已經四月了 那有達到嗎 你也沒有新開教師啊 你幾年沒有新增教師 跟議員報告 一百零五懸念度是今年八月一號開始 所以我為什麼說在努力是因為我們現在正在 就是新生入學報到之後 那我們要做班級數的確認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這去年我們國中是沒有開教真缺 可是去年我們國小有 我們去年國小考了一百多人 我記得一百七八十個教師 那所以我們其實國中是因為減班的關係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開教師甄選的缺 可是我們國小這幾年都有持續在開缺 包括我們今年國小我們還是會開缺 那好沒關係 那我想那就期待我們局長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對我們很努力希望達到 我們永遠都很難 對啦如果他是臨時告訴你 我想沒有人會幫你做過 不然他去年幫你說班 那期待你新的學期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我們現在真的很努力要達到這個目標 我想正式教師跟代課老師 還是代理老師畢竟還是有差別 那我想是對一個工作權的一個保障 好像特別是剛才我局長有特別提到 國中的老師其實我們這幾年來 都沒有開出新的一個名額 當然是因為有超額教師的問題 那我想在超額教師的問題 剛好提到剛才說的 這個師生比它其實是 我們還是需要再調整的 那是我們在調整師生比提高的同時 那是不是可能解決了部分超額教師的問題 那另外我其實我還蠻擔心的就是說 那我們國中其實這幾年來 都沒有開出新的這個教真缺 那會不會造成 國中老師在教學的一個傳承上 會有斷層的一個問題 因為你這幾年 表示你新的這幾年最近都沒有新的老師 就算新筆學的這個師專 師範大學的一些老師 他都沒有辦法 這個來我們台南市 來應徵到我們的國中老師 那你會不會出現斷層的問題 是 非常謝謝議員 真的是對我們教學議題 非常深入的來了解 那因為我們現在國中這個部分 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我們今年 我們目前看到的就是減班的情形 有高達一百八十 一百七十班左右 那這個一百七十班每班兩師 就是三百四十個老師了 那我們其實之前我們也管控 但是其實已經就是說 雖然大家都會覺得說 是不是以前都管控很多 其實現在看起來國中的部分 管控比例已經是很少了 為什麼就是因為減班 那明年預估也會再減一百班 所以這也是我們不敢再招聘 因為招聘之後 怕會變成以後超額更嚴重 那這個就是兩面刃 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說 有這個心境的老師 可是一方面我們也必須要保障 我們限制的老師 以免後續造成超額的問題 那更不好處理這樣子 就是這個還是要拜託局長 我想超額的部分 其實他還是有解決方法 包括我剛才說的一些私生筆 那或者說包括有一些超額老師 是不是可以留在學校去做一些 比方說他可能學習進度 比較慢的小朋友 他可以另外把這些學習 比較這個進度比較落後的小朋友 把他們全部都抓出來 然後另外在一個做課後輔導一個動作 其實這些老師還是可以做 我們下一位我們請邱莉莉議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那個局長你要不要先喝口水啊 有 謝謝 你從中等教育的這個校長 到我們現在是主師12年國教 就是說那個義務教育 你覺得你做老師幾年啊 我從87年 我那很久了 那你覺得啊 教育是一種職業還是職業 我覺得每一個老師都應該要認為 教育是一個職業 因為對每一個學生來講 教育是一種職業 但是現在老師變成是終點工 是打工性質 那你有沒有覺得 12年國教 你現在主師到國小 國中甚至到幼兒園 到高中端 你有沒有認為現在 我們家長跟老師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 的確這也是為什麼 就是在學校裡面 這個老師跟校長們 他們只要到了可以退休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 都要快退休了嘛 因為環境跟以前有很大的差別 環境所以呢 是因為制度讓這個環境變得很緊張 還是你認為人讓這個環境變得很緊張 應該是說整個就是社會的氛圍啦 社會的氛圍 你認為教育制度沒有問題嗎 如果從制度面上來說的話 我們現在在學校裡面 其實家長的參與跟老師 在多元的這個教學方面 的確是更有空間跟彈性 但是挑戰也更大 因為剛剛您有說明了 我們國小端的師生比是1.5嘛 1.65 那國中是2嘛 那您也剛剛說 你一再的澄清 我們全國教師公會的總聯合會 對於我們台南市 這個所謂的聘用代理代課教師 已經成為常態 而且台南市是六都之冠 你說他公佈的數據是有問題 他公佈了兩成 那你也特別的說 事實上只有一成多 你覺得一成多該兩成 就差很多嗎 跟議員報告 我們去年就是104學年度 我們的管控比 剛剛您已經有回答過 李維英議員就不用再重複 我聽得非常的仔細 而且您剛剛說 我們的這個補助款我們放棄 我覺得這個也不是事實 是因為台南市等期縣市 因聘用非正式教師原額編制 超過8%的上限 所以被教育部扣獎補助款 這是不是事實 應該說他本來要跟他補助 是你自己不要還是因為我們超過8%被扣款 我們被扣款 對我們被扣款嘛 對 所以不要說 我們不要他的補助款 是超過8% 超過了這個上限 所以被教育部扣了補助款 這個是事實嘛 是對不對 那我再請教您 您知不知道今年國中三年級的畢業生有多少人 今年國中畢業生應該兩萬一千多到兩萬二左右 是因為是龍年對不對 那您知不知道到目前為止 現在已經要進入五月了 我們今年國中一年級的新生大概有多少人 我們今年大概一萬九千多到兩萬不到 一萬九千多 去年你說國中三年級的畢業生幾人 我們今年國中畢業生兩萬一千多 然後你認為國一 那我告訴你 我舉一個先跟你 我就舉一個我數字 我上面上的數字 這是這個是推估 國中一年級從各戶政事務所 所調閱的國中一年級的新生 我舉個例 中校今年畢業了460人 國中一年級有309人 從民今年畢業了715人 現在在他戶籍裡面的國中一年級新生是455人 然後我再給你看 海淀今年是畢業433人 結果他今年在他帳面上只有270人 後 這是什麼後港 有這所學校嗎 後港國中 後港國中今年畢業23人 在戶籍裡面今年新生只有10人 柳營43人 今年新生只有15人 我這樣子按照這個 我一個一個去問這個戶政事務所 給我的國中一年級的新生的話 你有可能今年國中一年級的新生 全數報到差不多不到一萬五千人 全數報到喔 這是功利喔 還有很多因為因應12年國教 很多孩子都走到那個私立國中喔 他們要一貫國中升高中 那你想想看 你現在 你大概說 今年 今年國三畢業生有2萬人 大概有600多班 如果我們用戶籍系統去推估 國中一年級新生數 即使啦 全部報到 也不到一萬五千人啦 頂多是編成幾班 不到500班喔 那你國中的班級數就減了100多班 現在老師要知道對 是跟議員報告喔 謝謝議員剛才那麼詳細的資料 我們今年現在查起來齁 就是正式國中升已經報到了嘛 我們現在正式查起來 我們公立國中的部分齁 是比今年要畢業的國中的班級數呢 是少了170班 170班 是 對 怕死人 所以呢 就是170班 如果以每班兩師的話 是340位老師 那當然有一些是已經 就是退休的啦 然後另外一些是我們之前管控的 這個部分 所以 我 所以啊局長 你剛講到一個重點了啦 你管控教師員爾是為了解決 少子化以後的教師超額 這樣對 這不是像我們的管控預算耶 因為很多部門像民政局 像社會局 他在管控預算 管控原額是因為他很多的稅入預算還沒有到位 所以他可以這樣子管控 你這樣子的那個少子化造成的學生數不足造成的這個班級數不足造成的超額教師 你居然用年年管控的方式在解決少子化的問題 你叫這些老師情何以堪 我剛才就說過了嘛 對不對 你這個又不是超商 用重點工又不是加油站 用重點工就可以解決 你想想看 現在 我們一直在提到老師對於教育應該是一種置業而非職業 可是就是因為你台南市政府為了預算不足 用的這樣的教育制度 讓老師認為反正我只是一個重點工 我八個小時 我一個小時 我兩個小時 我打工完就結束了 我不用跟孩子不用跟家長去做一個溝通協調 才會少生很多的那個校園裡面老師跟學生之間的不信任感 你自己剛剛也提到了吧 你想啦 這個老師有了今天也許沒有明天 你想他會很認真在顧孩子 他會很認真在他的課業顛名 而且你還有一點 教育預算的限制 不只讓台南市產生了很多待客老師 我們發現你這種透過原額管控的方式處理啊 你會讓很多的學校 比如說你現在知道他可能下個年度 他招不到那麼多孩子 你就開始去管控了 你讓他不要招聘 這樣對嗎 好好經營下去 你當過一個全國算是數一數二的高中的校長 你覺得這樣的方式 以前你們台南努中校這樣 跟議員報告 我們在高中值的部分是學校自己管控啊 他們有一個全就是說 全部國立學校統一的規定這樣子 那我們也是會看狀況來做這個調整 那我們國中校的部分呢 是因為減班的情形非常的嚴重 所以需要做一個比較大原則的管控 局長是不是 不會不會 叫校長叫到最快 是不是 不會不會 謝謝 你這樣子大量的代理教師 在各個學校已經產生了非常大的後遺症 不只是私生關係緊張 您說我們教育局有保留350名教師的空間 但是問題是減班下 目前會有286名的現任教師就面臨超額 就面臨超額 你剛剛也有講嘛 我們減了170幾班嘛 大概有350名老師 可是你現在現面看的是 286的就已經是超額 而且局長我要提醒你喔 今年畢業的是榮年喔 再來又有虎年又是更少子化 你在未來這個所謂的這個超額的情形 不是只有一年 未來的六年 未來的六年 你都會面臨這樣的狀況 我認為你不能夠 我們常常在講 再給一分鐘 窮不能窮教育 大家都說得有夠好聽 然後市長也希望讓孩子裝上 飛向理想的翅膀 結果我們的教育是這個樣子 因為錢 什麼都是錢 要跟你們討債 每個人都說 那就沒錢 我們甚至於不惜超額到 讓教育部扣我們的補助款 我覺得這樣子的教育是不對的 所以我希望說 像尤其國中端現在12年國教 是一貫的 它會卡到孩子未來升學的一些狀況 所以不能夠再用這種代理教師 這種制度 我覺得你要痛定思痛的去檢討 否則的話我覺得 我們運用一個真的是在教育基層上來的教師 你最了解孩子的想法 你也最了解教師現在所面臨的狀況 應該要去解決 這286個老師買得到去 謝謝局長 謝謝議員指教 謝謝 我們下一位請參議會議員發言 請選民 請 When you believe in you 請問 一個什 請問 請問 那幾位請問 中媒體互動 溝通不良 你要是三名來的 我們說 後面一個人是賣什麼 那時候 我考慮就是不要讓民眾議員加入投票 就是怕說不操人 因為怕說大家為了挽救你的民調 全部都投給你 可是我直接的感覺 我說不一定算少 如果我在議員這樣聽 大家對你的滿意 我個人認為 如果讓民進黨議員加入投票的話 你應該是賣什麼 我這樣保證 你不用說 我說 因為這是我的感覺 我說過了 市長選你做夠極重 我一直想不清楚 我一直希望 我也覺得你做賣的原因是主委最少 可是我們總部 市長選 包括中文部署看 才會叫占30.3左右 我沒有記憶這個議員書 你們別的議員書是這樣說 跟我們說市長選 七百幾億以上 你就占到二百幾億 說起來不是 很多都是正常的開支 對 很多都是人事費 對 我知道 這人 我現在要給你看的消息 我今天 阿不然就跟你說了五點半 算我才會漏氣 寒暗 大家也不說 我絕對你說了五點半 我每天這麼多 我很多問題要跟你探討 在那裡 我剛才的 最不成信的局長就是你 所以在這次總統小運動會 我自衛形象 去新年常務體長 我跟你 蔡元 我已經跟您報告過了 如果我有承諾你的 我一定有做到 主席 你比較容易在說 我在說他比較容易在說 主席 你也說一下 你不要說 董事你可以說嗎 你也要遵守議事規則啊 好 互相尊重來 沒關係啦 你說不行 我沒有錄音 我還不能說你不對 我可以說我對著全部做民意代表來 的局長 最不成信的就是你 所以我跟你說 你沒有主席人做高的局長 我當時也跟市長建議 甚至我說我要來臉書 主席 非常謝謝議員的指教 謝謝 我說不是不原因啦 來 既然 這個 自衛形象 自私 自己想 我想起你 不是只有我想啦 我做議員這麼久 我從來不可以做這個動作 因為他說 自己滾開 你滾開你 滾開我 原因就是 很多議員情出的都市場的建設 你剛才有說你大量經費 投入 第一場設施的維護啦 我一直在幫你請你看看 一個限制合併之後 我做台南官 這是我叫您吳處長十七了 他去看 有什麼老水我們做會去賣 很多 這個 我們暫時說 台南官 我們 現在變合併要變 民主行運中心 你如果再看裡面設備 我說 大家議員 這些家長 大家都要靠 大家都想說 管制的朋友很好很好 這是外面喔 裡面你再去看看 你說 你投入很多的經費 去維修 體育場各方面的設施 這人我請教你 你敢不去 新娘藏廣東第一場走一個 洗一個 請給他放那個操場積水的 操場積水 這是十元去賣 從早到稍微落一個褲 這人我請教你 這登高熱比較不會登高熱 你跟剛才每次去好順 這個自己管的就沒什麼管 這人你敢不去走過 跟議員報告 我如果到新穎去參加一些 體育活動 一定會到我們的體育場館 大家會走 少數去走走 對 我有過我都會去走 真的假 你不去走走的嗎 當然 這人我們錢 別說八十月 你來沖沖去沖沖 半半的就做你走 你敢有去 找場館去順順的 老虎沖順順順順的 那個蔡議員 您這樣講 就對我有點不太公平 因為 也許我去我沒有邀您一起去 對 但是呢 我邀你去你都不去啊 沒有沒有 我後來有請我們吳處長 因為您有跟我講說 這個如果去需要去會堪的話 至少呢體育處有同仁 可以陪同您去 那是說真的啦 市長你我就說過了 市長你會賣命 市長你會賣命 我們0206專門報告 我在幫你邀請你不愛 我跟你說 依照 議會的 大家慣例 議員拜託局處長說 欸 局長啊 處長啊 我這裡怎麼怎麼 道路不通水到不通 拜託局處長你來看一下 沒有一個局長說不愛 我你不愛 因為我沒有跟您說 我沒有跟您說不要喔 我是說 我們來約時間 啊你不告訴我我當然說 因為你不要啊 您是打電話給我 我在議會當你問你什麼 打電話給你 沒有 你放六銀燈在那裡 那這個地震0206 我跟你說 一組欸 地震0206 地震0206 你才不可以來看 不然我們放六銀燈來看 你講的是那個羽球館嗎 對啊 我對啊 我跟你來看 所以 我有跟您講說 如果我們有過去 另外跟我講說 其實 如果有我們體育 你不是這樣而已 我請教你 你做局長做多久 你做多久 就103年的12月25 好 你跟北門區 跟新的區 國中小小黨 你跟我們一起座談過 要不要 欸跟議員報告齁 我本來是要在今年 你不用跟我說你本來 你不比別人比較沒用 別人人多做過 你時間報不出來 萬人是什麼萬人 你比較大的局長 還是議員比較多 這個我請我們 你一個時間排 因為你怕我去 當中又跟你 重量狀況 說你最不適合的局長 你怕我去 幫你揮揮 那種 你問我以前 真的有這樣去 分區座談 最少跟校長談一談 他們有什麼 有什麼抗議員 我跟你報告一下 我不知道以前 政局長有沒有這樣做 我不清楚 但是呢 我來的時候 我的確是有請 當時那時候 吳國敏吳處長 他是擔任我們秘書室代理主任 我有請他安排 結果你就沒有做 有 我有走部分的區 不然你可以請吳國敏 國敏吳處長 回應你嘛 看我有沒有做嘛 你正式在什麼時候 你跟他講 另外呢 就是今年本來是 你小本人是說 正式召集 附近的學校 一區一區 校長去座談 你跟我說這個 你不是小幾個幾個呢 你領域不要 比較嚴謹 比較明確 你教育局大條在辦 你不要說好 你先把我 把我轉眼拍回去呢 我沒有轉啦 我講的是分區啊 好啦 這人 你看這要怎麼改 一個官政府所在 市政府所在地 你一年跟我說 投入多少經費 你還跟他報告 說我很好聽啊 說投入很多的經費 去整修維護 議員我剛才報告的分兩部分 一個是學校的體育設施跟場館 那個部分呢 我剛才報告是 將近三千萬的經費嘛 那另外呢 有一些呢 是我們自己局處的 或者是 市長 你跟他講 你常常心靈體育場 按你 就任何事情 過去不要說 投入多少經費 這個我請我們 吳國民吳處長好嗎 不用 因為經費 你蓋著我 我蓋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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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著我 今天 我沒辦法 五點半我還滿 明天我再來 九點半以前 准許來這裡 我要問你 我不用吳處長 因為這些經費都在體育處 你經費好啊 你蓋著我 他們經費經過你的水 說我聽 我不用吳處長 因為你沒辦法管吳處長 吳處長是因為 這次議長選舉 我們市長要跟 我們體育處長 去說一票 說沒有 第一 因為 慢慢出事 所以 才會換吳國民 吳國民是市長跟民主黨派 你管理不通 我跟你保證 不是你認命的 對不對 沒有啦 那個 議員 他都是屬於 你當於是規則議員 這時候 你都要跟他回答 我跟提出 準備出來給你 蓋著我第二輪 我再請教你 就我所了解的啦 你不用 你政界的數字 貼出來 因為我跟他論過很久 我把你提出 馬上整備資料嘛 很快 我要叫你講話 我現在先幫你回答 好 我們下一位請李昆煌議員發言 感謝主席 我們在新領埛議員 所以我們在家族裡 我也是請教你 請教您 因為我們會幫助 你們的支持 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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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中小加起来有六十几位 六十一 六十一啊 那国小有几位 国小如果含今年招考的 有我印象中是四十五位 四十五位 那国中就是还有十六位了 是 那请问今年申请退休的校长 有几个 核准的有几个 之前我们去年四月份调查的时候 要提出申请的校长是有四十四位 那现在正式核定的是十八位 十八位 那就二十六位校长没有核准 是 四十四位才核准十八位嘛 是 这 人故本市的经验 别说经验 本市的看法 一个公务人员如果要退休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 三岚 他认为他可以更好的职位 但是长官不跟他安排 那我就说 他在这个职位就说我要退休了 这是做假 如果我当所长 这个连问都不问 那你要退就退 你接到高点 你不能给他卖留 你是要招牌而已 你对你的工作 你是要做更大的这位 对这个工作 你已经说无理不可以 所以我要招牌 我要做更大的 长官不给安排 那我就要申请退休 如果是这种公务人员 如果是这种公务人员 马上不做批准 那以本实力经验 那第二种 就是干不下去了 干不下去了 就是 他对本身的这个职位 本身的职位 没有令人做好这个职位 所以他认为我应该退了 这就是干不下去 那这个也不要卖留 因为他自己都知道 他的能力不够 对这个职位 对这个职位 对这个机关 都没有合处 尤其一个校长 对学生 對家庭 對學校 都沒有合作 這也不要衛留 但是第三種是 我不幹了 當然我不幹了有好幾個理由 現在要退休就是我生涯規劃 然後我家庭因素 有很多很多都是正當的理由 但是最要去了解 起碼要衛留一下 聽你的原因 聽你的意思 如果真的是家庭因素 我們就不要打擾 我們就不要打擾 因為他家庭因素 他已經沒辦法人 在這個學校中的進步 那就應該讓他退吧 這是他沒辦法的地方 但是我們四十四歲 前十八歲 當然這二十六歲有很多 他們一再申請要退休 東南五陰南尾的地方 我知道這不是局長的意思 要退休幾位根本局長是不上立 是不是這樣 就是上面的意思 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 其實我這兩年來局裡面 第一個就是我們在調查的時候 其實校長們他們就是表達一個意象 那之後我們就會分階段去進行衛留 那我當然知道議員所指的 就是說 的確有一些校長他有一些個人的考量 或者是因素 但是我們也很希望說 校長們就整體的校務的考量上 也來做一個評估 像我們現在做一個 就是說大原則 這個原則就是呢 他如果是第一任的話 那要第一任任滿 就是四年要任滿 如果是進入到第二任的話呢 就是要到第六年以後 那其實像今年有幾位校長 他們是任期的第五年 他們想要退休 其實在去年校長臨選的時候 我們也有請教過他說 那你現在一連任之後 可能一年然後馬上 又有這個異動的話 對學校的這個校務運作上 是不是好這樣 也有請校長們做評估 主長 主長 本身知道 你該學都是這套的理由 不過我議員當事有說 等四年 六年 幾年都太久了 這是個人的看法 這是個人看法 但是本身是因為說 幾月沒走 心裡沒機會 有那麼多的後用校長 因為後用校長都很年輕 他們都很有鬥志 他們要希望說他有一番作為 那如果要退了 你就想說 剛才本期所講的三個月 但是唯一最無奈要退的 就是家庭因素 不是生涯規劃 生涯規劃滿一年兩年沒關係 還可以更改 生涯規劃都可以更改 但是就是家庭因素 讓他無法專心在這個校長的工作上面 這應該要考慮考慮考量考量 還是建築一定要四年六年 就是八年 是不是可以這樣 議員這個部分 我們再來探討一下 因為我跟您報告 為什麼是第一任要四年 第二任要六年以後 是因為像我們現在校長 臨選的制度裡面 如果你要申請調任 那他的時間也是第一任要滿四年 第二任要六年七年 或是說任滿這樣子 我知道我知道 那為什麼臨選的時候 他有這樣的一個遊戲規則 就是因為也是希望說 基於一個校務比較穩定的運作的 這個考量 局長 不要 讓過去這個不成文的規定 靈活一點 也說過去四年六年 沒有就不行 這是不是法定規定吧 是 那個調任的部分 第一任要滿四年 第二任要第六年 第七年 第八年 這個是教育部統一的規定 但是 總是有特殊原因吧 不會規定的那麼死 也敢那麼死 那如果說一個校長當第五年 他發生事情 真的無法執行校長的職務 是不是要走 那個議員 因為那個都是屬於特殊的狀況 對 就是特殊 所以本時要說的是 家庭因素也是特殊的因素 這個不是 因為他家庭因素 沒有辦法專心校長這個職務 這應該是吧 因為您所提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也有深入的去跟校長 這個溝通過 他一再澄清 最近又澄清上來 在後用校長 議員 如果無心在校長這個職務上 他要退休就給他退休 讓阿邊的人有機會嘛 親眾 議長 一想而已 就很多人叫他 你趕緊死 我趕緊保送 我才有機會 等很久 趕緊議員 所以現在財稅合併 稅務局很多一級幹部 都要退了 為什麼要退 他們幹不下去 他們幹不下去 不想幹 他們不想當前朝瑜呢 那乾脆就退了 就是這樣嘛 退了也好 讓後面這些有資格 能夠升上來的人有機會 我無人願 如果沒有升遷的機會 他不會真的做工作 我就天天混嘛 混到我退休就好 你讓他有一個機會 人家升遷 他會用心 你也僅僅僅僅僅 自己做的工作 就像這個貨用校長一樣 拿柯條 我滿懷抱負啊 你要給他們機會 那這些要退的 要退的 你就讓他們退 他們既然會申請 一再申請要退休 就是有原因的 考慮 好 我們下一位 我們請李退志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我想要請教一下那個 陳區長 是 我們現在台南市 是不是也有這個 市立高級中學的組織準則啊 有 那這個組織準則跟 國立的高中 之間有關組織編制 教職員等等 有沒有落差 是有落差的 落差是在哪裡 落差的部分 我可能 請我們人事室 說明一下 包括我們 職員的編制 然後 教師的編制 講幾個重點好不好 如果要主任來講的話 30秒 講一下 跟議員報告一下 按照高中 高中值的編制準則 現階段 國立高中值的編制編額 編制編額是比我們現在 在原台南市比較高 那原台南市的部分 因為有 我們當時 直轄市合併的時候 有分台南市跟台南縣 那台南縣 有比較高 台南市比較低 那我們整體來講 還是比國立的還要低 總之我們不只是跟國立有差距 我們現在自己 台南市內也有差距 是 合併幾年了 當時是因為考慮到說 國立高中值要改例 所以說暫時沒有做調整 好啊 那既然考慮要改例 既然考慮要改例 那這個東西 是不是也是國立高中值 對要改例為台南市 一個疑據的來源呢 是 我們在國立要改例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個整體的調整 您請做 既然你自己當做國立高中的校長 對不對 其實絕大多數國立高中值 要去改例為台南市這個部分 其實是充滿抗拒的嘛 那這個組織 組織規程的這個部分 組織準則的部分 是不是也是其中之一 我們到底 30秒之內 到底 我們現在原來還發現說 原來不只我們台南市 台南市自己本身 就已經內部有落差了 更何況還跟國立的有落差 那這個 組織這個準則 你們有沒有準備要修訂 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 對於國立學校改例這個部分 當然我知道有一些學校 他們基於 就是對於我們各縣市政府 財政上的這個考量 都會有點擔心 對妳講的這個我們都知道 那現在落差到底在哪裡 教職員的比例差多少 職員差多少 幹事差多少 在這個教師的部分 原則上我們高中 也是一樣每班兩師 那國立學校部分 是之前的規定是說 每四班會增加一師 每四班 對 每四班增加一師 但是後來 國立學校 對妳要確定喔 但是後來的 就改成每十班 才增加一師 那現在我們台南的做法是怎麼樣 現在我們台南的部分 就是原則上都是以每班兩師 這樣來計算 那不管幾班都不增加了 其他不管多五班多十班也不增加了 他原則上就是用行政人員 就是行政人員的部分就是 那行政人員我們跟國立的又有多少落差 我們在編制組的部分 就是按照班級數來算的部分 那個細節我可能要再查一下 本席對於國立高中只要改立這個進度 一直非常非常的不滿意 非常的不滿意 真正的這個 我們整個大台南的小朋友 我們大台南的這個國中生 要進到高中 每年馬上時間又要到了 就要在那邊炒那邊 超額比序啦 到底幹多少的幹部啦 什麼體制能一大堆的 其實那個都是在爭一些 知為末節名額沒有幾個的部分 真正能不能把十二年國教 落實給我們全部的受教者 全部的學生來享用 是真正最後這個大的這個鋪 這個國立高中值何時能夠改立到我們台南市 我們現在光掌握那個入學有什麼用啊 真正的到底普通科有沒有平均分布 我們整個真的高中值能不能社區化 能不能讓大新營區的孩子 但是在新營就有他可以選擇的普通科跟技職教育可以去上 這些才是真正要把它改立成台南市的這個最重要的原因啊 那你今天我給人事室30秒給你幾分鐘 你們都沒有辦法很快的把這個這些立法的工作 你真的光每年在那邊講說 啊我跟教育部差20億差30億 這些經費要少要多我們都可以去爭取嘛 錢半年一年總是要撥嘛 可是這些立法的基礎工作呢 跟議員報告這個部分我們之前在盤點相關的就是 不管是編制或者是相關福利措施的這個落差的時候 我們都有把它盤點出來那也正在研議當中 那你的草案在哪裡 我們現在只是說我們先盤點 那草案的部分呢那個我們有在規劃 因為這個我們在草案這個部分應該是說 我們現在要規劃出幾個方案 你說今天要是這個組織準則出來之後 再來程序我們是不是還要送考試院 要不要 要不要 你知道嗎 你知道還要送考試院嗎 這全部來來回回要個一年差不多耶 你要經過整個台南市政府市的審核 在送院裡面核定 如果今天我們決定明年要收這個國立高中職 你們的準備工作真的還差很遠 還差很遠 難怪一直沒辦法 到底你盤點手上多少資源 好我問你真的收國立高中職了 現在哪一科要接 我們在評估的資料裡面是有需要再增加 我們局裡面的這個編制 好應該至少要再成立一個股 來 才能力一個股 至少 台南的國立高中職有幾家 有幾所 國立有21然後私立有21 你要再多增加40所左右的高中職 你多成立一個股 跟議員幫我說至少一個股 我們是希望能夠爭取啦 可以一個科 我們現在 我跟你講城市是競爭的 城市是競爭的 我們今天看到台中 為了要把台中的財政狀況已經比我們好了 他們準備要另外提出特別預算 五年五十億來收國立高中職 他們準備要增設一個科 來管未來的高中職 他們整個這些組織準則 草案都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台南要怎麼跟台中比啊 要怎麼比啊 人家的教育局長才剛上任沒幾個月耶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是跟議員報告 這個部分也是我們最近 這 從去年 年底以來 我們非常努力希望能夠 加快腳步來進行 你現在整體的方案都完全 連個影子都看不到 這樣子要怎麼去對我們的下一代 去承諾說什麼 要幫他們插上夢想什麼能力的翅膀 翅膀在哪裡都不知道耶 我另外再請教你 在地食材的採購 是不是長年以來我們的市長 包含局長 你這邊都一直對我們的這個農業的部門 對我們的這個學校的部門 對我們的所有的家長承諾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積極的在 就是有要求學校要達到一定的這個比例 這是學校的問題嗎 你們公佈的這個採購的辦法 廠商的辦法 這要怎麼去買 要怎麼去買在地的食材 你們的申請書第一頁 申請類別 一張申請書現申請一類 第二 廠商基本資料公司食品業者登入 請問一下 農場跟在地的農家 要購在哪裡啊 一定要公司登記才能夠進入我們的採購體系嗎 跟議員報告 另外有一個是經過農業局的這個認證 我在你們的辦法裡面沒有啊 你們的辦法裡面沒有啊 你們就是一定要公司登記 才可以進入你們的採購廠商 你們第一關廠商這個審查 就已經把它打掉了啊 那個明達科長 補充一下 科長你說一下 這要怎麼樣採購到在地食材 我們在地農場 在地這些農家 在地我們輔導這些新農人 我只是要供應我在地的小朋友 對 報議員 採購分兩個啦 一個超過十萬的他去採購的話 他就是用這個剛剛說的那個 我們事前的一個資格審查 這個他要有這個相關的登記進來 當然啦 你長期下來 你這是一次審查一個學期一年耶 這是我們幫學校來服務那個資格審查 那審查完如果學校他個別還要再審查也可以 那有可能啦 你也拜託咧 來麥克風給聲音 學校的部分 學校怎麼可能會 你們規定了 幾個規定好了 欸 台北台中都曾經有校長為了營養午餐的事情 自殺欸 有學校敢再逾越你們的辦法之外 另外去承認廠商的資格 報議員 這個我剛剛說的就是說他在採購的時候 現在學校希望我們幫他先做一個採購的那個廠商的資格審查 你們去好好研究一下 在地的我們這些小農 我們在地的這些農家 我們在地真正經營的這些農場 當然 有一些肉類 也許他要先 他不可能整隻地給自己去抬 對不對 他可能一定是要有冷凍有屠宰設備的公司才有辦法處理 可是這些蔬菜咧 水果咧 雞蛋咧 他不是 他不一定要公司嘛 對不對 這部分 學校如果他個別去採購的話 你 你告訴我哪一個學校敢個別去採購 你告訴我 舉例好不好 來向大會報告 我們教育的這個業務報告 有連續兩天 所以明天還有 我今天出席率很踴躍 那第二件事情是 我們登記發言 我們到賴會員議員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好不好 因為 米蘭你要 好吧 那不然我們到林美燕議員 好了 然後 大約十二點半左右 我們就是中午 中午的時間 好 我們下一位議員 我們請王家貞議員發言 區長 我跟您請教一下 這個 以您的了解 如果學校的 音樂 能夠得到特優獎 是不是算是很不錯的表現了 就所謂參加全國性的比賽 得到特優獎 是不是算不錯的 是 那 我們得到一個訊息 當然這個家長的反應 有一些他的心情上的落寞 是 建興國中 今年 是 在治愈成绩上表现比较看得到的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 他们的音乐比赛 经过那么辛苦的全国南征北讨 他们得到了特优 局长您给了什么样的嘉奖 给了什么样子 孩子们也把这个参与的人员 尤其是辛苦带的老师 就我的了解 是没有任何多出来的费用 去支持这个活动的 我有没有误会 局长 我跟议员报告一下 就是说建新国中他们的确这几年 非常鼓励学生参与这个多元的 尤其是在才艺方面的这个表现 也成绩都非常的好 那在学生的这一块呢 因为他可以进入这个12年国教的这个超比序竞赛方面的 这个加分 所以学生在得到这个奖项之后 除了校内给他的这个续奖之外呢 因为他在12年国教的超比序这一块 他可以获得竞赛的成绩 知道对建新国中这些原本在智能方面就表现蛮优异的孩子们来讲 再给他们鼓励给他们加分 好各方面均衡发展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现在讲到的是 这位去训练孩子们的老师 他的付出 他的努力 我们相关教育行政单位 有没有给他一些该有的奖励 而且重点在于说 这样子的一个多元均衡发展的 好的一个事迹 这么一个作为 大概就不可能有了 不可能持续了 原因何在 我想因为我会再去了解一下说 这位老师他是我们校内编制内的老师 还是说他是用社团的老师来聘请 所以我想局长 因为家长反映 建新国中是在我们这个哪里 府前路上 会反映到我这边来 就表示说 他在这个参与 他还参与里面 他们收获良多 付出很多努力 然后看到了相关这些 这个帮忙这件事的 这些老师们 他们的努力辛苦 我要麻烦局长 这位老师刘玉珍刘老师 我们看到的讯息 他已经是心力交瘁 下一次就不准备继续再教了 那我觉得说像建新 以治愈文明的学校 能够有这样的均衡音乐的发展 他关键人士一定是愿意付出时间 精神去带领孩子们的音乐老师 不管他是社团还是编制内 我能不能麻烦局长把他了解一下 跟本席回应一下 是不是建新就没有这样子的音乐班了 麻烦局长 那同时 这个老师不管他是编制内 还是是社团 我认为是不是也应该给这个老师 孩子们已经有一些各种管道的 给他未来升学的一个加分奖励了吗 那老师呢 现在我们师生关系里面 不好意思 如果以我的浅见的话 我们都只看到孩子们的需求 可是如果没有一个付出给教育的优良师资 孩子们也是没有办法得到正确的教育 正确的灌溉 所以老师这一部分 局长给我一个回应好吗 跟议员报告 老师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因为参加全国赛 不管是音乐或者是国语文或是美术 其实老师的部分 我们是有给他奖励的 好就是续讲这个部分 那没有关系局长 我说过 因为我们有时候消息 一个line群组或者怎么样的话 可能有不见得很完善的资讯 您让我知道一下 建新国中这个音乐班 他们一路走来的表现显然是很优异 那包括这个训练孩子们的老师也罢 未来这个音乐班是不是无以为继 无以为继的关键在哪里 学校实在觉得不要做了 譬如说像胜利国小 他们做的很好那个足球队 结果就不做了 非常多年的传统 我觉得不管任何原因 能够形成一个传统 都是值得我们去好好推扬 好好发扬光大 像寡喜 这都是一个传统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说 麻烦您查清楚 好局长 另外 从去年 去年贵府 跟我们议会的关系是 非常奇特的 所以去年很多讯息 没有办法一个正常的管道 跟我们行政单位反应 今年我们拿来再一次的 跟局长请教 105年的时候 将近11个月前 台北市某一所国小 随机杀人案 随机杀人案 对不对 这个随机杀人案 当场造成了家长孩子的惊慌 包括前一阵子 不是在学校 可是妈妈眼内看到的 随机杀人案 孩子们马上就魂魄离天了 对不对 那我想请教一下局长 现在各国小 我如果没记错 在许天才市长任内 变成 这叫做 这个没有围离了嘛 无为强的教育环境 那时候我就讲过 大学或者甚至高中以上 我觉得安全基本上是可以托付的 但是国小的孩子在现在这个世代 这样子一个混乱的世代 人心如此惶惑的世代 国小的没有围墙 在安全上来讲 局长您觉得可以放心吗 还是台北市议员一直盯着 台北市做了电子围离 花了一亿五千多万 做了电子围离 我不见得觉得电子围离 是一个好的可以解决问题的 已经周详考虑的方式 但是我要请教一下 局长 你觉得我们现在的校园安全 国小尤其是国小部 这一部分 无为强的校园安全 在这个世代 大家人心这么惶惑 这么的不安 一些相关的 所谓的身心症的朋友 常常有一些举动 是我们无法预料的 游民朋友 我们无法预料 对孩子们的安全 局长 你觉得是可以保障吗 还是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补强 是谢谢议员 非常关心我们校园安全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呢 从就是程如议员刚才讲的 其实去年开始 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在 这个社区 跟我们对警察局这个部分 我们是有加强做一些 巡防的工作 尤其是警察局的这个部分呢 他有在我们学校设置巡逻箱 我们也要求这个警察局配合 要多次的来做 那另外一个就是呢 我们从设备上呢也做了改善 像今年呢 我们市府自己编列了 这个监视系统的设备 的经费 那也有一两千万以上 那另外呢 教育部呢也有相关的配合款 我们第一批的这个 经费的申请已经送到 教育部去了 也就是整个加起来经费 大概有四五千万的 这样的一个经费 希望能够强化我们学校的这个 这个安全部分 好 局长 去年的时候 有不少学校跟我们反映 人事的问题 人的问题 您知道吗 长久以来 我们校园的警卫部分 其实他是担当的重责大任 我们是应该给他肯定的 可是在无为离 你所谓的 去跟中央政府要求经费的情因之下 台南市的 我们不要讲国中 各国小 所谓的校警 借零退休 去年我们就谈过 今年我们听到的消息更多 借零退休以后呢 以后就没有人了 就不补了 那请教一下 我们是完全都得依靠志工朋友吗 还是警察伯伯 他们已经够忙了 还要去做校警 助校警的这样一个工程 你的声音都没有听见 OK谢谢 是谢谢议员 其实这个部分呢 因为我们台南县市合并呢 台南县的部分 其实据我了解是十几年前 就已经没有这个住位警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台南市的部分 其实是学校是用预算里面的所谓的值班费 来聘请这个住位警的部分 局长本来的住位警 他们譬如说是借零 我们假算 suppose他们是借零退休 可是退休以后 你们用值班费来补助 来聘请 但是每个学校的经济状况不同 尤其是比较弱势的学校 通常他所谓的地理位置 就是比较让我们担忧的危险地带 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一句话 他们自行去编制经费 这样子对学校来讲 是不是有一点强学 就是各校整体的这个用区域做考量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请教育局回去做个评估 校园安全尤其是郭小 还有警卫的部分这个问题 来我们下一位请庄玉珠议员发言 谢谢 感谢主席 我援续我们王家政议员 校园安全这个问题 局长你也很清楚 其实现在家长都人心惶惶 尤其我们今年在台北市 发生这样一个沙童的 沙童跟伤童的事件 到现在家长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校园为理的问题 那我们希望 我们教育局的单位 不是只是这样子的公文的往返 就像公文往返说我们后续做什么 或是把它只是沦为在纸上的作业而已 家长会 包括我们家长 他们要看到是实质的未来教育局 在这个区块上有什么比较直接性的作为 局长你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 有没有比较直接性的作为 是跟议员报告 就是说在校园安全的这一块 的确就诚如您刚才所说的 其实家长非常重视 那也是我们局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的确也曾经努力想要争取 就是大家都希望说是有人 这样的一个编制 那我们现在的确是有碰到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会在持续的 谈来谈去还是浅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学校真的很多 好你先请坐 谢谢 我在这边要给你一个建议 因为刚好我们王家政议员有提起 我在这边做一个建议 是不是这个月也快四月底了 也很快 其实整个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 我希望我们有比较积极一点的作为 是不是在这个四月底 或在五月初的时候 可以开一个针对 那个我们校园安全的问题 开一个论坛 然后邀请我们整个校长的团体 家长的团体 我们教师团体 大家共同来讨论 实际上听一下他们的意见 大家集思广益嘛 说不定他们的意见可以给你们做一个很好的未来的 你们在校园维护这个区块上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建言 所以我在这边是不是建议一下 有一个会 安全的这个这个校园安全的那个论坛 把他们相邀过来 虽然在整个行政系统上 可能你们已经有你们一番的一个看法 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这样子的话 可能在未来的做的方面会比较有直接性 你 局长你是不是回答一下 跟议员报告 其实这个校园安全论坛这个议题 我记得我们在四月上旬 我们跟这个 那结果呢 你有谈吗 我们我还没有报完 就是我们跟那个各民间教育团体 包括校长团体 教师团体 家长团体 在做互动沟通的时候呢 他们也有提到 你们只是互动沟通嘛 有没有真正开这个论坛 我们是没有开这个论坛 我希望你们去开这个论坛 把论坛后的结果让我们知道 至少也可以解除部分我们家长的那种恐慌嘛 对不对 看到我们市府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作为嘛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这个论坛还是要把它开 因为你们只是互动而已嘛 没有看到你们有正面的一个方法 到底在哪边嘛 是不是 因为现在每个孩子都是家长的宝贝啊 而且哨子话又非常的严重 所以大家一定会提心吊胆的 这个部分给你做一个建议啦 还有那个 局长我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台南市 我们整个教师的源额 到现在还有没有超编 我们整体 如果议员讲的是国中小嘛 对不对 其实我们国中跟国小 我们应该是都没有超编啦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定是按照源额编制 每一班几师来做编制 那因为我们也有管控嘛 所以是没有超编的情况 重点啦 重点是你刚才讲的 已经没有超编了嘛 你源额也管控了 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给你一个建议啦 我们台南市很多很优秀的子弟 很可怜 尤其是有教师证的老师 他们要都流落到外县市去找工作 既然台南市政府 已经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了 是不是可以再重启 教师争选这个问题 让我们真正台南市的子弟 可以留在我们自己的故乡啊 替我们自己的故乡的主席给务啊 怎么就都大家的孩子 有得可怜 我们离乡北京 最近偷偷听说开出三百几个客 大家一无风都往那边去 是 我跟议员报告 我们国中去年跟今年的确是没有开缺 因为我们这两年减班很多 那另外就是国小部分呢 我们持续都有开缺 去年我们还开了一百 我印象中是一百七十几个教征的缺 那今年国小呢 还是会有开缺的情形 是 对吧 所以我希望我把我们的 我也代表我们这些流浪教师家长的心声 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回归到他们的自己故乡 做教育上的服务啦 那我这边刚好有一个 是针对我们 听说我们教育部 有针对我们原有这个编制 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政策 那现在人家给我的讯息是 教育部有针对教师代理学校 那个代理代课教师那个比例的问题 教育部听说有精算出 那个有一个需求要推动以学生受课 总结束来给予国中小学校合理的教师员呃的编制 听说这个增加的经费是要中央有愿意要负担 而地方只配合一层 但是听说这个案件已经胎死附中了 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跟议员报告他是针对国小的部分 对那我现在问你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是不是胎死附中了 讲真话还是不敢讲真话 因为根据我侧面的了解 听说有少部分的县市是反对的 台南市也是唯一之一 那个六个直辖市的那个县市 六个直辖市只有台南市是反对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是不是又是爱与财政局经费的问题 你们不敢大声说出来 说你们需要有这样子的原额配置 跟议员报告这个我们的确是没有参加 教育部这个合理原额编制的 为什么不参加 中央的这么一个好的美意 他们说要有他们中央负担 地方才负担一层 这样我们也不接受吗 跟议员报告 第一个就是说其实他在原额编制准则里面呢 本来国小就是美班1.65师 这个部分我们是有达标的 那他现在呢是要提升 就从1.65师再提升到两师的部分 我知道我知道这些的规定 我都很清楚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只是替你们讲出你们心中的真心话 因为你们不敢违背上面的旨意 都是为了钱 另外一个原因是 因为我是觉得说中央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承诺 有他们大部分因为有他们我们地方才只负责一层 对因为我们要配合款啦 难道你要多叫我们教育局的公务人员做违法的事情吗 他们很无奈耶 真的非常的无奈耶 跟议员报告这个应该没有违法 因为我们已经达到1.65师没有 局长我还是在这边跟你重申啦 穷不要穷教育啦 我们真的要维护我们孩子的孩子的受教权 该增加的源偶你们也要去努力啦 对不对 也要去理力争啦 我想你来担当这个教育局长 坦白讲也是一个良心吧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部分也要去向上面做一个反应啦 这边也代表我们台南是整个家长 我们台子的受教权在这边跟你做一个特别的提议 该争取也要争取啦 还有南宁中学石建楼 听说他的基本能源是30年嘛 对不对 但是他已经超过17年了 实际上他已经是一个可以认定的说相当危险的一个围楼 然后再加上今年的0206那个地震 其实他已经冲击很大了 你知道石建楼目前有几班的学生在那边上课 你知不知道 局长 因为我跟您报告一下 石建楼这个部分在0206震灾之后呢 我们是有列为专案的 我知道 那他现在呢也还在做那个第二次的耐震详品嘛 然后我们也把这个南宁高中这个石建楼的资料 其实也有报到国阵中心去 他们也有派人下来做现场的这个 他们也认定说他已经是围楼了啊 对 所以我们呢现在就是等他耐震详品出来 因为我 据我了解应该是 那个 期初报告 是已经 他学校已经把文送到你们教育局了 我不晓得局长你有没有看到 他详品结果出来了吗 经费是五千大概五千 好来 再我们再给一分钟 大概是五千万 那我不晓得这个五千万 你们是要向中央去争取几层我不知道 我只是站在地方上一个民意代表 然后地方上 整个家长还有整个 那个家长会很关心这一件事情 希望你们 动作能尽量快一点 因为总共有八班的学生目前在十建楼上课 他经不起下一次哪一天的地震又来了 八班的孩子 对不对 议员谢谢您 因为像这个部分 我们在这次跟行政院 申请的相关经费里面 其实我们是把 耐震度不足的我们都报上去 我们报上去的经费是14亿多 其实 内政部 行政院他现在的讲法是说 请教育部呢 要用专案的方式 其他的我不清楚 我现在只关注的是 这个我们有列入 对我只关注的是南宁中学 因为现在目前有八班的孩子在那边上课 是 我们不容再发生 哪一次呢 哪一天又是哪一个地震的话 我们赔不起这些孩子的家长 是 这个部分 我们有 好 我们下一位 本来是由賴慧云议员 那他同意 让林美艺议员先 优先两位对调 我们请林美艺议员发言 来 感谢主席 来 局长 我想在三月份 那个内湖 那个里头事件 震撼了全国 让更多的家长心情 更加的优异了 所以校园的安全 就是再一次的亮起红灯 又唤醒就是所有家长 不只在接送过程中 包括在校园里面 到底我们的工部门 能够提供一个优质的 而且非常安全的 给我们家长一个范心 我想在在的 就是在在的 让就是我们教育局这边 应该更积极的 去有表现出来 前两天 就是在那个 联假以后 联假以后 在报纸上面 我们局长 我们的市长 跟我们教育局这边 有去到一个学校去看 他就是因为年假过完以后 正好就是市长觉得说 他的关心又同 所以带着你们 然后到现场去看 看小朋友 协同上课的情形 那当场 当场他又 就是先是 起点有先是说 以后啦 以后 如果年假以后啦 以后年假以后 我们必须要前面动员 编排 协同的情务 协同情务是谁来编排啦 这是教育局的事情 这个 这个协同的情务 他要求 警察局来配合 他要求警察局来配合 他的指示讲说 我们就是说 重视儿童的安全啦 为守屋的 决心啦 我想 以一个 年假过后以后 他 我们的市长要求 交易局 就是也要求警察局这边 重点是警察局这边 警察要配合教育 协 协少这边 做一个情务的 动作 警察他的业务这么繁满 这是一点 第二点 逮逮犯罪 逮逮犯罪 是在年假以后 年宿假期以后 他还没有来犯罪吗 年宿假期以后 我们的警力介入以后 介入校园做一个情务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 你不觉得 稍微等 人家觉得有点在作秀的感觉吗 你警察你 一几点钟的事情 而且是 人事才是说 你比较来执行 你对 警察来讲 他们本来的警力 就这么繁满 还要配合我们来做 校童安切不是短暂的 不是容不许我们来做秀的 我们必须要一整套的实质的 而且有效力的作用出来 我跟议员报告一下 因为这个是 您讲的那个案子 是因为警察局 他本身在业务里面 就有一个叫互同专案 所以那一天 其实警察局跟市长到那个国小去 他也是前一天晚上很晚 他通知我们 那所以我们交易局 我们校长有过去 来 市长 报纸上面报得非常清楚 你那年他前说 你这一天市长又下令说 以后连续假期 一样 人连续假期以后 你的警力就要介入 来做执行 我是觉得有点好笑的事情 既然你今天要照顾我们的血统 你要关怀血统的安全 你既然是 要求只是在连续假期的时候 如果连续假期 不连续假期 我们就帮 我们就有那种 自保 市长我想这样子 我看就要求你 说我们必须要有实质的一个 就是动作出来 我们也去参考了一些人 一些邪校 别的县市的邪校 我们有看到新竹县里面 他除了邪校的警卫以外 还有岛部的志工 他又结合了单地的里长 还有一些热心的 周边的一些 一些就是 比较一些 祝福 还有 林长 各方面 他们结合起来 成了一个line 这个line叫做什么 叫做鸡婆群主 鸡婆群主 就是结合周边 因为 他在那些人出出 他可以 比较能够发现 所以他们如果发现 可疑的人士 他们就赶快就是 互相来通报 透过line 因为这个族群嘛 马上出去的时候 你没看到 想到这个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 想到这个他也没看到 然后他们就是 一起来守护校园 就是周边的 不只我们里面的人 包括周边的人 包括林长里长 祝福 一起来成立一个line 希望能够大家 共同来把关 互相来支援 这是在新竹县 他们在校园里面 教育局有要求 学校来做这个动作 还有啦 我想有很多的学校 比较偏僻 我们也上去看了 屏东科技大学 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 比较偏僻的地方 那个地方又常常出车祸 大学生 他们就觉得 都非常危险 何况台南区 有很多也是比较偏严 而且偏僻的一个校园 所以他们科兰 屏东科大 他们就自己喔 去圆化一个就是 一个APP 他们这个APP 他们成立以后 他们有一个就是 成立一个就是 一个line 因为是一个群组就對了 透过这个APP 他们就是说 如果跟警察 还有呢 还有就是 就是学校的校园中心 来做一个就是连线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发现可疑的 他们一按 这个按钮以后 这个竹琴以后 马上的喔 马上他就可以 通报到警察这边里面去 警察那边他们有 就是一个就是 呃 地图 他们就知道说 因为 在哪边发生了 以Marsion的当到现场去了 因为那我们一般来讲通报 我会跟你讲说 时间地点 阿哥一直跟你说 我是在这里 我在这里 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所以类似像这样的 非常有具体的 底线一关大写都一直在做了 我们的校园的安全 不是我们在讲说 我们在 再来探讨啦 你们前段时间 跟二分级有开一个什么 以各级学校达成 11项的结议 我给你们看的 现在11项的结议 只上谈兵 完全没有一个具体的 一个作为 还要讲到 11项的结议 好像啊 非常的堂环 你让家庭买的 拿去奉行 把我们的学校拿 我们也看到 日本校园的危机 校园的危机 因为他们的校园 发生了很多事情 但是喔 他们一发现以后 发生以后 发生事件以后 他们马上 就去动员 模拟 模拟 他们随时交易 我们想让你讲 防空情报 就是说 来 平常我就教育你学生 我们甚至 校长来 扮演的一个歹徒 我们要到校园 要来做一个 犯罪的情况之下 小朋友 如何在这个 突发事件情况 如何去面对 要去做这个 这个 这个处理 还有我们学校 必须要怎么去做 一个协助 这他们时常在演练 我想喔 我们也去看了 日本这种的 一再的演练喔 和他们的校园的 安全事件喔 这个危机 已经转型 已经转变了 这个事件 他们 经过他们统计 有很多的事件 发生以后 他们用最一直的 重获的这一再演练 已经没有再发生过了 类似像这样的 随时教育小朋友 让小朋友提到警戒 这个非常 都说 也不用花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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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就是 在演练的过程中 你有教育到 我们的小朋友 你要怎么去 如果有歹徒进来 你如何去认清歹徒 派人 派人是什么 还有 如果有人来的话 有一些人 就是 叫你做什么事情 你如何去计竭 这是讲些基本的 但是在整个事件 现在危机重重过程中 我们也没有看到 教育局你这边 有做这个动作 你觉得呢 局长 跟议员报告 其实 跟学生做宣导 跟演练这个部分呢 其实都有在我们的 每一个学期 的这个 配合一些课程 都有来进行 包括呢 像上个礼拜 有媒体也有问说 好像是我们 我们台南市 某一个学校的学生 这个老师 接到什么诈骗的电话 要把这个小孩带出去啊 等等的 那我们查证之后 没有这样的情形 但是 我们透过这样的事件 我们马上就请学校 就是说 要加强对学生 还有对老师 相关安全观念的再强化 我所为的演练 不是说 在上课的时候 交一交 因为你要老 有让小朋友 有临场感 我们再给一分钟 有临场感 所以你应该办 比较大型的 而且 让小朋友觉得说 有感觉啦 我想所有的一些就是 校园安全也好 还有一些 就是一些政策也好 应该要让市民有感 有感的一个政策 才会让大家有认知 有一个感觉 所以希望说 在这个 那个 在我们校园安全这个部分 教育局 你应该更积极的 去做一个超有感的保护丸 好不好 超有感的 具体一点的 好 谢谢议员的指导 好不好 好 谢谢议员的指导 好 我们下一位 请奈会员来发言 谢谢主席 那个局长 我想本席在这边请教你 今年度 我们台南市政府的总预算 多少钱 我们台南市政府总预算 对 有700多亿 772亿 对不对 是 那你的交易局的 议算 占了多少 大概百分之三十 到三十一 三十二 百分之三十六 所以你就占了两百八十亿 对不对 局长 这个数字非常重要 你必须要有很正确的一个观念 所以本席在这里要跟你讨论的就是说 你今年减班了多少 几个班级 多少班级 我们目前 在国中减班 我们目前就是新生报到之后 但是后续可能还有一些变动 我刚才有报告过就是一百七十班 国中的部分 国中的部分一百七十三 一百七十班 一百七十班 对我那个可能是打错了 我记得是一百七十三 那你的超额教师呢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减了一百七十班 对不对 然后呢每一班以两师来说的话 我们就会减掉三百四十个教师员额 三百四十个教师员额 他应该不是叫超额 局长 你认为所有的六都的直辖室里头 只有我们的教育系统是一般两个老师 一般两个老师的员额配置 你认为合理吗 因为国中 为什么独自就是台南师是认同一般两个老师 而台中一般四个老师 应该没有吧 应该没有 绝对有 这个数字是非常正确的 根据我的了解 包括我们国立高中都是一般两师 我觉得台中市的国中不可能一般四师 所以我们又回到 回到 你要回去查一下 这个其实我们有已经做过 一个基础点的一个评比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台南市在这个老师 正式老师的一个编制里头 远远的都超过其他 就是说不足以其他的直辖室 为什么 你又告诉我说不会 没有这种情形 我跟议员报告 每般两师 这个是法令上所规定的 当然 所以我们没有低于 这个法令上所规范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说 在教育部容许的范围之内 我们也会去聘所谓的代理老师 对 那刚刚您提到那个代课老师的这个部分 据我了解是因为我们很多学校透过课税配套 或是2688的经费去发展学校的特色课程 那发展学校特色课程 比方说我这个学校特色课程是传统议证好了 那可是我没有办法有足够的20节的这个课 让单一个老师来上 所以呢他就用代课老师的方式 就是所谓的终点教师的方式 来进行他这些特色课程的教学活动 那据我了解呢 学校对于这样子的这个做法呢 他们认为是蛮有弹性的 也符合了学生在多元学习上的需求 居长我跟你讲你是自我感觉良好 你跟基层的学校 尤其是在校长的领导 校长其实是苦不堪言 尤其是很多家长跟我们回应 我的学生我的孩子到学校去 得不到一个正规的教育 全部都是代课的老师在教学 所以你告诉我说对于我们台南市 教育局这样的一个执行面 你是满意的 不是我跟 这个有落差啊 为什么跟我们在基层厅 是不一样的呢 局长 议员我跟您报告 我刚才讲的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用管控的方式 但是呢我们原则上 每一个学校的管控比例是低于10的 所以学校不太可能说 管控的方式 你用言而管控的方式 那今年多出来66个 66个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 让你讲 他的这个 让你指证 不是不是议员 谢谢您的指导 就是我们在66个是指说 我们现在呢各校进去查班 查缺之后 有部分的学校呢 他的确是有超额这样的情形 但是如果就我们整个台南市来说 他是可以吸纳这66个 在各校累积出来的超额的老师 那这66个超额老师怎么办 那这66个超额老师怎么办 今年你势必就是说 我们台南市教育局就 这个超额老师就多出来66个了 怎么办 我们现在的做法 你怎么管控他呢 有一些学校呢 他有缺额 局长 66个 66个老师要花掉你多少议算 跟议员报告 算一下 趕快算一下给局长 一个老师我们算70万 对 一个老师一年70万 对我们我们的 因为教育部补助我们的 教师的经费呢 一年是以70万来计算这样子 那其实议员我刚才跟您报告的是说 这66个老师他是各校超额 但是就我们整体台南市来讲 他并没有超额的情形 所以就像去年也有个别学校 有老师超额的状况 那我们就用戒聘的方式 那局长你怎么讲这样的一个话呢 什么我们台南市没有超额教师的 这一个那个固定呢 不是 怎么会没有呢 我们退休的老师 从103年276个到104年421个 105年你知道有多少人退休吗 我之前了解到也是440几位 相近450 那你知道在明年有多少老师一起他已经要 就是说他现在已经投出那个投出那个议院 那个退休书了 目前正在调查中 我跟你说我哪这个数字没有错的话 已经破了1000了 真的吗我想要请我们人事室回应一下 好来人事室回应一下 包委员那个我们的明年度的退休调查 我们还没有开始 我们预计5月初开始 到6月嘛对不对 是 是 所以说其实我这样子侧面 你看103年是多少276个 104年421个 然后到了105年又串升到446个 为什么 主任你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这么多人退休 其实我们在调查的时候 退休人数大概都是五六百位 那最后都有放弃 大概也是将近两百位 是不是因为50岁就可以退休 是一个诱因 现在是因为退休年金改革 就是有关 所以大家都害怕急着要退休 那在520以后会不会改善 犯了一个新的政府 有一个新的政策 政策性的问题 那你觉得呢 那要看年金改革的最后改革的 主任主任 就是怎么样 好 局长 我们再回到少子化 会造成学校的减班 是不是会影响到教师的权利 其实这个是我们关心的 是 我们关心老师 也关心孩子的受教权 讲了这么久 这么多 其实我刚才 我们很多同事一直在提问你这些问题 我发现 你一定是一个体育健将 没有 我体育不好 因为你一直在跑操场 然后让我们在后面追 然后你丢出来 我一定是跑在最后面那一个 不是啊 那我们也追不上你啊 真的 我们也追不上你啊 因为我们丢出来的一个缺缺的问题 你从来没有正向的回应我们 议员我跟您报告一下 所以说你要知道我们这些议员在 我们在基层承受很多家长的一个压力啊 为什么 因为老师 老师在教学的时候 他的情绪受影响 你想 这样子 他的教学情绪受影响 不会影响到我的孩子吗 当然是影响到我的孩子啊 议员我跟您报告一下 就是说如果以国中来说好了 就诚如刚才您在那个资料上有呈现的 我们国中今年到目前为止是 减170班嘛 那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其实我们现在国中教师原额的管控 如果扣掉这170班 我们的管控比例已经低于 其实我跟你讲局长 是这样子啦 主席拜托再给我一分钟 我想减班是一种趋势啦 每一年都会 再给一分钟 每一年都是会有超额的教师 会多出一批又一批的超额教师 那你怎么办 怎么让老师他的心情 他的教学情绪是稳定的 然后不会掉到其他的学校 这个是你要做的功课局长 是你要做的功课 好不好 谢谢 议员谢谢 好 我们休息10分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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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 客人 行 证 才 等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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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